我可以告诉你们 就是很多人说 我今天要想改变我自己 首先有几个条件 第一 你的思维要改变 思维改变就是 我要把这个世界看单 我认为我所拥有的一切 很快会失去 所以我不执着人间的一切 名和利 对不对啊 所以告诉你们 如果执着名和利的话 得到的是什么 得到的是名拿到了 又失去了更痛苦 利拿到了之后 又失去了也是痛苦 所以拿到实际上 就是一种痛苦 失去就更痛苦 如果我今天不去拿 我不痛苦 我也不会承受失去的痛苦 所以要想不痛苦 就不要去拿别人的 整天的去想拿别人的 占人家便宜的人 最后一定给自己带来痛苦 婚姻也是这样 老婆对你很好 就欺负老婆 欺负到最后呢 有什么意思啊 欺负到最后 老婆 你还过头了 她还你还过头了 她总有一天 她就走了 就是这样 人也是这样 我告诉你们啊 现在的人啊 聪明都聪明到歪点这里去了 你们都不知道啊 自行车怎么偷知道吗 弄根皮带 弄个钩子 把货吹轮呢 这里勾起来 推这个车 前面不是可以走的吗 就被推回去了 听说在上海 上海女人很厉害啊 上海女人跟你了 跟老公吵架 她不跟你通知的 等到你回家门一开 所以但老婆没了 家具全把你搬光 你们知道 现在偷人家东西 怎么偷的吗 说有一个香港的 一个王先生 住在这个小院里面 在小院里面呢 有一天 棒棒棒放鞭炮 条件自喜的 开了两三辆大卡车过来 结果进去 把东西全部搬完了 王先生不来 他在香港叫我们搬的 结果等到王先生 过完年回来之后 一开门 什么里面东西都没有了 全拿光了 为什么 全部就是 用这种方法 把你家里的家具全搬光 所以想一想 人的脑筋都动到哪里去 人的脑筋都是动到 小脑筋上去 想一想 现在夫妻在一起 谁不动小脑筋啊 老公动小脑筋 老婆动小脑筋 每个人想自己的 这就叫个缘想家呀 没关系 我这就叫个缘想家呀 谢谢观看